翡翠手镯怎么看真假好坏 翡翠手镯价格昂贵 但是市面上的翡翠手镯 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要想买到优质的翡翠手镯 一定要让商家出具相关的检测报告 而那些经验丰富的人 一般是通过看颜色 查瑕疵 摸质感 听声音 测质量这些方法来辨别的 第一是看颜色 优质的翡翠手镯外观有玻璃光泽 且色泽浓郁饱满 透明度 纯度 饱和度 都非常高 并且雕刻的手工细腻 造型也非常优美 而次品或者是伪劣的翡翠 可能会有蜡状的光泽 做工也就没有那么精美 第二是查瑕疵 优质的翡翠手镯允许一定的瑕疵 包括裂纹 翠杏 裂铝 石纹 杂色 黑点等情况 因为翡翠内部的结晶体是胶织构成的 如果在强光照射下 呈片状闪光现象 即苍蝇翅 杀心而假货的色泽均匀 无明显虚状物 第三是摸质感 具有胶质感也是翡翠手镯的特性 熟悉的人一摸就摸得出来 另外翡翠传热和散热也比较快 贴在脸上或放在手背上 短时间内能感觉到冰凉的感觉 用手摸时也能感觉到明显的光滑 次品或者是赢品质感就相对更差 第四是听声音 通过声音辨别翡翠的方法 不确定性比较大 一般认为翡翠的结晶科状比较紧密 声音越清脆 但是也有一些注胶次品 内部节部松散 声音也就会比较沉闷 还有一些痘肿的翡翠 声音也不清脆 第五是测质量 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去比较玻璃和翡翠 如果假的翡翠不是用玻璃制作的 这个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